所谓的生命是什么 从生到死的过程 叫做生命 我们现在认识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认识的只是生活 而不是生命 我们只愿意接受生活的这一块 而不愿意去准备生死的那一块 所以你的生命只有一半 而佛陀认识的生命是 从生活到生死的过程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我的恐惧 那个问题出在哪里 就像是那一天我们说的 佛陀是带着对于什么的恐惧去出家的 什么 老死嘛 对不对 老死 就是原来我的幸福 我现在的那些权力地位 我那个很厚很厚的富贵 如浮云的那个富贵的云 在面对老死这个事情 不堪一击 有没有 就像是你们都知道这个新闻 去年还是前年发生的 浙江一个富豪 辛苦赚钱一辈子到了四十岁 没有钱享受自己的富贵 就得癌症死掉了 死掉之后呢 他的太太带着他亿万的家产 嫁给他家的司机 嫁给他家司机之后呢 司机的感悟就是 我一直以为我在为我老板工作 后来发现老板在为我工作 讲的应该蛮得意的 我不知道 我没看到那个新闻 是这样 你现在任何的一个东西 在老死这件事情面前 不堪一击 所以呢 佛陀当初去修行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对于老死的恐惧 老死 我生到这个世间来 必然的一天一天的老 到最后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 无常一发生 我就死啦 对不对 对于这个恐惧 他开始去关照 老死从哪里来啊 用一个如同显微镜一般的 一个很禅定 宁静的事情去关照 老死往前推 我们讲缘起 就是有东西造成了这个嘛 对不对 老死往前 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老死呢 是什么 这个我们都知道 就是 有生就有死嘛 如果我不来到这个人间 我就不会死 我来到这个人间的那一天 注定我就一定会死 对不对 你不愿意面对 你愿意面对 都会的 所以 有生就有死 但是 生 你来到这个人间的这个因缘 它是问题的根源吗 是吗 现在就是利用禅定 利用那种智慧 所谓的智慧 就是不断的去分析 问题发生的原因在哪里 这个叫智慧 去分析跟观察了之后发现 生也不是问题造成我 现在在轮回问题的根源